马哈蒂尔访经试探和较进外媒铺细节李克强非常难堪,近日媒体曝光了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,在中国访问期间的更多细节,马哈蒂尔于8月17日至21日访问中国大陆8月20日,李克强与习近平分别与其会面。 8月20日马哈蒂尔与李克强双编会谈,后共同会见记者星周日报,复执行总编辑郑丁贤撰文,曝光了记者会上的相关的细节。 李克强说,我不是向你提问,你如果认为我刚才讲的我们共同认为维护自由贸易的观点是一致的,那么我们记者会就到此结束郑丁贤说这番谈话看似寻常。 但在目前美中贸易战的背景下,却是中共要传达给世界的特别信息,也要马哈蒂尔公开认同这项政策。 不过马哈蒂尔说,我同意自由贸易但是也要有公平贸易。 马来西亚需要公平贸易,我们应该永远记住,国家发展的水平有所不同。 我们不想看到新式的殖民主义,因为穷国武力和复国竞争。 马哈蒂尔做了上述回复,后记者会结束,然后马里两人做了一个远距离的握手。 李克强掉头就走。 郑丁贤说,马哈蒂尔的中国行,背后有两国政府的试探和较劲。 马来西亚媒体当今大马,刊登了一则读者来含这名字称,为关心马中关系的观察者。 说李克强什么都没说,记者会,突然结束。 与马哈蒂尔握手皱着眉走下台一句谢谢,也没有值得注意的是。 马哈蒂尔在20日同习近平的会谈中,也提及了殖民主义。 据中共新华社报道,马哈蒂尔表示中国是马来西亚最大的贸易伙伴历史上,从未殖民过马来西亚。 分析认为马哈蒂尔的这句话看似无头无尾,令人疑惑但结合此前的信息。 马哈蒂尔此句话的含义不言自明马哈蒂尔访问中国大陆最后一天,8月21日在北京宣布将取消总计220亿美元的三个中方资助的项目,包括中共借钱给马来西亚新建的200亿美元的东海岸铁路项目,和23亿美元的沙巴天然气管道项目。 这意味着中共的一代一路在马来西亚遭到了重挫,先期投入的至少上千万美元,将复制东流马哈蒂尔说这个项目无法继续下去。 我们目前并不需要当前的首要任务,是减轻债务背负债务,如果不小心,我们可能会破产。 马哈蒂尔指责前任总理纳吉布·纳吉布·拉扎克,与中共签署这些项目协议是愚蠢行为,并表示中共的贷款给马来西亚,带来了无法承受的负担。 香港经济日报表示,大马的行动可能会起到带头作用,让其他国家参与一代,一路时更加审慎。 马哈蒂尔这次访问中国大陆中共好吃好喝召盖了五天,试图让他回心转意,但最终还是被马哈蒂尔坚持退货,而且是上门来退货,令中共非常难堪。 请不吝点赞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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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不吝点